这是一档开播了20年的节目 节目的核心就是四个字 灵媒比赛 灵媒是什么 广义上来讲 所有能和死去的人灵魂沟通的都可以叫做灵媒 而这档节目每期都会设置一个关卡 并请来世界各地的灵媒来比赛 比如找到杀人悬案里的凶手 安抚鬼寨里的冤魂 看到进化背后的秘密 还有找到被谋杀失踪人的死因 这档节目选拔出了一个页 又一个令人不可思议的灵媒 同样的 由于我们揭开了一个隐藏的世界 这档节目叫做通灵之战 通灵之战的节目形式起源于英国 名字叫这个 大英灵异挑战 节目在英国播出后 全世界都开始模仿这种综艺形式 毕竟灵异的噱头就够大了 再加上各种灵媒来搞一场灵异比赛 决出会一二三名来 那这看头不起飞咯 在大英灵异挑战之后 灵异竞赛的一综艺在全世界遍地开花 美国 俄罗斯 乌克兰 保加利亚 阿塞 拜疆 哈塞克斯坦 甚至我们的邻国蒙古 也推出了蒙古灵异挑战 这种灵异挑战赛的形式 在全球大获成功 各国家的灵异挑战节目里 也属乌克兰和俄罗斯的最火爆 分别播出了19季和21季 今天我们要聊的主角 就是俄罗斯版的通灵之战 毕竟它是最有名 也是我们最容易看到的节目 网上一搜就有 每季节目一开始 一些各式各样的灵媒 气刷刷的出场 呼啦一下一起走出来 跟在菜市场买菜似的 去完成节目组设置的海选关卡 这里面的人 真可以算得上是千奇百怪 有冷如吸血鬼的超感知人士 有漂亮阴气的女巫 有带着吸气道具的萨满 有用上水晶球塔罗牌的占卜师 还有一些人外表看上去 就是一个普通的再不能普通的人 但总会展现出 令人瞠目结舌的能力 念咒的 祈祷的 做仪式的 烧东西的 当然也有中国人过去参赛了 颇有一番华山论剑的感觉 我记得有一集 节目组拿出了一幅被诅咒的画 就是我们以前视频里盘点过的 三大进化中的那个 哭泣的男孩 这是一个真实的事件 是在1985年的时候 英国南约克进某地发生火灾 大火烧毁了一切 唯独只有一幅画暗然无恙 就是这幅哭泣的男孩 这之后 这幅画的廉价复制品 消往全世界 却离奇地引发了一场又一场的大火 人们总能在火灾中 找到完好无损的哭泣的男孩 这幅画此后也被认为是被诅咒的画 当地政府也禁止居民 在家中存放了一次画作 哭泣的男孩称为静化 而在《通灵之战》里 节目组将这幅画的复制品 放在木帘后面 让灵媒通过自己的能力 感知这幅画的样貌 并进而找到它背后被诅咒的真相 节目里 灵媒们可谓八仙过海 观众能从他们的表述中 直观地对比出能力的深浅 因为这一关是海选 所以这些人的答案也千奇百怪 这也是节目的目的 刷掉烂鱼冲鼠和能力浅薄之人 选出真正的灵媒最强者 《通灵之战》节目很特殊 因为这是普通人 普通电视节目都看不到的领域 自然能吸引人们的好奇心 而既然是比赛 那当然就会有冠亚军 每一集的冠军也是观众的焦点 这些人因为其超凡的能力 吸引了一大批粉丝 因为我本身只看了几季的内容 有感兴趣的观众 还是推荐去看原片哦 我印象最深的 是在《通灵之战》里第十五季 有一位叫朱里王的拉托维尔人 他身材高挑 皮肤白皙 脸部有棱有角 且表情深沉 在人情中一眼就能认出来 仿佛是一个有着主角光环的人 用一个很流行的梗说就是 画风都和其他人不一样 这个人一开口就震惊所有人 他说自己在这个世界叫朱里 是一个寄生在肉体的混沌灵魂 他记得自己150个前世 本来参加这个节目 也是《混沌之灵》让他来的 不然他会有灾难发生 众人都觉得 这女的怕是神经命吧 老中二了 然后朱里王开始展示自己的水平 这一关是设置了两排车 要让参赛者通过节目组提供的车主物品 在这几十辆车里找到车主的车 朱里先是拒绝了节目组提供的车主物品 然后从第一排第一辆车开始 仅看一眼就能知道这辆车发生了什么 说这个车被撞过 这个车车主是个警察 这个车主家里死过人 最后就这么一个一个 找到了节目组的正确答案 此时全场震惊 主持人表示 这是《通灵之战》15G以来最厉害的一位 到了第二期 节目组先给观众讲了下 本期需要解决的案件 说是5月2日的时候 在莫斯科郊外的灵地上 几个年轻人在聚会 并且拍了一些合照 问题就出现在其中的一张照片里 因为这张照片上赫然出现了 不属于两位合影人的第五只手 这就是鬼照片 虽然这照片我一看感觉不就是重瘾吗 不过节目组还是这样进行了下去 他们把灵媒一一召集到灵地现场 然后给他们照片 让他们找到这只鬼手出现的原因 朱里王最后一个到达 他语图惊人 说照片上的第三个人就在现场 他自言自语说了一句 挂在树枝上的人 他的灵魂会像活人一样来跟我说话 然后拿起旁边的照明火把 静止向森林伸柱走去 并示意摄像机不要跟着 随着一声树木折断的响声 朱里踏着黑暗出来 他说让那个鬼魂离开了 就是照片上的那只手的主人 当事人问他 那这个鬼魂为什么要抱着我 朱里表示 是因为当事人长得很像害死死者的女人 朱里就这样一路朝反表现 最终也夺得了这一季的冠军 节目播出后 朱里王因为其神奇的能力和高颜值 收获了一大票粉丝 更令我惊奇的是 朱里王现在变成了男人 还改名叫做托马斯 各种原因我是不太明白了 有粉他的小伙伴可以私信给我讲解一下 写稿子写到这儿 手我头都打了 当然除了朱里王以外 通灵之战也带火了很多参赛者 一些林梅在比赛结束后 还开了培训班出了书 也有继续做本职工作的 比如朱里灰雪继续做设计师和模特 而更重要的 这一节目要让众人认识到这一神奇的领域 这是世界的另一面 我们应该怎么看待通灵之战这种节目呢 现在说信或不信 是真是假也都只是个人看法 网络上针对通灵之战真伪的讨论一直都有 不过今天呢 我想提供点不同的思路 首先 存在集合力 如果节目是真的 那这些大神是真牛 如果节目是假的 那这些演员是真牛 你推荐来我们这参加演员的诞生算了 当然 最重要最核心的原因还是 通灵之战开播20年 在俄罗斯境内来说也是个长寿综艺了 这道节目出现了时代背景 是俄罗斯国民经济的持续低迷 于是政府在国内宣传上将宗教内容 尤其是东正教的内容 视为转机点 既可以传播东正教 又能潜移默化地让民众接受宿命 麻木苦难 暗于现状 时间长了 大家都会将一切归于命述 当作是恶魔的作为 从而忽略政府的能动性 无形中也让政府找到了暂时的悲国侠 以此在舆论中喘口气 争取了更多的时间发展改观 这是一举多得的事情 所以还是那句 请理性看待 不知道朋友们有没有发现 最近几期视频 都是和通灵多少有点关系的 一方面是观众爱看 另一方面也是因为 我想一口气把这系列做完 这期节目 就是这一系列的首尾 对了 这一系列的每期视频 我都从故事引入 从电影引入 我其实就是想告诉大家 这世界上不光是发生了 如此多的超自然事件 甚至它们还被改变成了 电影电视 小说杂志 更甚至还有专门研究它们的组织 并且成就非凡 这些平时大家本没法 轻易知道的事件 现在大众也可以通过 常规途径去获取了 这便是它的意义 其实早已大于事件本身了 比如最近几期里 我总是会放一些鬼附身录音 无论真假 但是听起来是真的上头 更别说大家在看完一些恐怖电影之后 字幕结束跳出来的那句 本电影有真实事件改编了 我相信人们的感受都是差不多的 就比如我最近在看的这本 斯蒂芬金的《他》 电影小丑回魂 就是改编子这本书 斯蒂芬金被称为 美国恐怖小说之王 它的小说大多内容丰富 背景广阔 人物分杂 并揉入恐怖 能让读者惊悚体验 由内而外渗入 看到我冷汗一波一波的猫 喜欢这类恐怖题材 尤其是看了我最近几期视频 有未尽的推荐你整两本试一试 总之作者斯蒂芬金 可以说完全对我的胃口 也很容易抓住大众的心理 不幸可以看看 《闪铃》《小丑回魂》 《鬼作秀》《高扫丛中》 这类恐怖电影的票房和评价 就知道了 而这些 只是斯蒂芬金的恐怖小说 改编电影中的其中几个而已 所以呢 追求边缘知识不等于退出迷信 喜欢恐怖故事 不等于特立独行 人都是有好奇心的 而这世界上多的是 隐藏在阴影中的故事 而在得知这些未知的神奇故事之后 脑中闪过的那一声 哦 世界上竟然还有这种事啊 这 就是我们这些人最普遍的体验了 更别说 这些事物开阔思维也增长见识 同时又多了些茶余饭后的谈资 当你再讲给下一位观众时 他们又会有自己的看法 感谢收看这期的补月说 不知道大家对这一系列感兴趣吗 话说这一系列 我还没想好个正式名字呢 叫啥好呢 华伦夫妇各种鬼宅 被驱魔的小姑娘 被纠缠的一家人 就叫这一系列为灵异研究吧 我也蹭一蹭人家华伦夫妇的 新英格兰研究协会的名 好了 大家如果还想看这些灵异研究的故事 那又请多帮这个视频点点赞 弹幕评论里发一句还想看 过段时间我就再整一些这样的视频吧 毕竟罗德岛闹鬼事件我还没有讲呢 世界各地的鬼宅还有那么多呢 还有一个通过通灵帮助警察破案的通灵师 爱丽森迪布瓦 他的故事更精彩呢 我看大家的呼声怎样 好了 我们下期再见吧 拜拜